3万人权军覆没?中国也曾打到阿富汗,为何无人知晓? 大家好,欢迎来到军武掏掠地武器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有不少,那些规模浩大,攻城掠地的战争最受人关注 但是,还有一些战争虽然名气不大,影响力却一点也不小,比如发生在中国唐朝时期的达罗斯之战 红圈处就是当时达罗斯的大致位置,公元741年地图 达罗斯这个名字一听就很不中国,所以不像关渡、肥水、长平这些著名古战场那样为国人所熟知 其位置大约在今天哈萨克江布尔州首府塔拉兹、吉拉兹 靠近哈萨克与吉尔吉斯边境 这里远在唐朝首都长安3300多公里之外,即使在今天,这也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 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,这几乎就是中国人能够到达的极远之地了 唐朝时期的士兵 为什么在如此遥远,且并非战略要的之处,会发生战争呢?这就得从当时的国际局势说起了 公元8世纪的唐帝国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,文明发达,军力强大,如同今天的美国 大唐的商品和威名,随着丝绸之路远播到中亚和欧洲,只要来到中国的外国人,无不为唐朝的强盛所折服,几乎都想获得长安户口 同一时期,在大唐的西面,阿拉伯帝国也在兴起 公元750年,阿拔斯王朝取代沃玛亚王朝成为统治阿拉伯世界的第二个帝国 在中国的史籍中,他们被称为黑鹰大使,喜欢穿黑袍 黑衣大使向东西亮面扩张,在东方不可避免的耀鱼已经在向中亚发展的唐帝国迎头相撞 这是达罗斯之战发生的国际背景 高先知,大唐名将,高距离人,经常被韩国 不过,冲突虽然有必然性,但战争的起因却有点偶然 公元750年,西域各小国已经臣服于正处盛世的大唐,原本无事 但是当时负责统于西域的安息节度使高先知却凭空搞出了一桩事 这一年,西域小国石国,即今天的塔石干,被高先知认为无藩成礼而遭到讨伐 石国倒也之去,国王立即认怂,谢罪求和 阿拉伯帝国和唐朝的边疆相接了 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按说人家都投降了,怎么也应该放一马 但高先知不仅把国王抓到长安处死 还顺便洗劫了石国 临近的突骑士也遭了殃 可汗被抓到长安杀了 旧唐书记载,先知性贪,破石国,或瑟瑟石与解,黄金五六豪驼,两马,宝玉慎重,智势立功,家财举万,其载入朝,拜开赴仪同三思 高大将军,高大将军不仅结了不少财宝,还因此立功升了官 强大的唐军令周边各小国心存敬畏 此时后果严重,西域各国从逃脱的石国王子那里知晓了这一事件,不免心生恐惧,人人自危,要自保,唯有抱另一条大腿 此时,自西而来的黑衣大使阿拉伯帝国恰好可以充当这一角色,石国王子就是向阿白斯王朝发出了求救信号 阿拉伯骑兵 身经百战的高先知决定先下手为强,不等各国投靠黑衣大使变成事实,便以大唐的威势,相处于摇摆中的西域各国蒸发了一支多国部队,继续向西追击石国残余势力 资志通鉴记载,石王子逃逸诸狐,据告先知亲友谈报之状 诸狐接怒,前颖大使,遇共共四镇 先知文之,将翻旱三万重击大使,这时大约是公元751年的7月,具体时间不详 此时,高先知的对手已经不是弱势的石国了,而是阿拉伯帝国胡罗山总督阿布穆斯林,阿布穆斯林,在中国史籍里被称为并波西林,这是一个在阿巴斯王朝中拥有与高先知同等地位的一方大员 阿布原本是来评判的,在接到石国王子的请求后,他命令手下的战奖奇艾德本萨利克负责具体战场指挥 萨利克随即带领石国残余军队和本部人马抢占了达罗斯城,固守带员 达罗斯战场的地形和大致地点 这个动作很重要,阿拉伯军队虽然有十万之众,总兵力多于唐朝联军的三万,但唐军都是安西四镇的精锐,质量更高 而且阿拉伯军盟马上投入使用的先头部队,人数也不可能太多,如果不抢战城时,在野战中将难以抵挡唐军 高先知虽然动作够快,还是晚了一步 原本善于野战,但此时是长途奔袭的唐军,可能并未带来足够的工程器械,于是陷入苦战 等到阿方援军赶到,双方对峙于达罗斯城附近 双方交战五天,唐军已挂击中,打了个平手 但第五天夜晚,唐军侧翼多国部队中的格罗路部突然倒戈 致使唐军受到夹击而大溃,伤亡约一万,被扶二万,士族死亡略禁 所余才迁于人,高先知之前的形势暴力终于在此时结出了恶果 阿拉伯骑兵向唐军步兵阵发起进攻,可见他们是绕行而非直冲 高先知在捕将李四叶的保护下得以逃脱 不过,唐军以劣势兵力打了五天,只是因为盟友叛变才失败,战斗力也不容小觑 事实上,阿拉伯军队伤亡同样不小,约三万,并没有成胜追击 也就是说,仗打完,双方脱离接触,各回各家了 达罗斯之战是意图 这一次距离双方和新地区都很遥远的战役,对双方都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在达罗斯的损失对于唐朝来说是九牛一毛,大唐依然是盛世,阿拉伯帝国没有向东扩张,也没有产生对唐朝的仇恨 所以,在双方的事集中,记载都比较简单 虽然达罗斯之战名气不大,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,这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遭遇战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因为正是这批被阿拉伯帝国俘虏的唐军,将中国的造纸术带到了中亚和欧洲 从军事角度讲,此战说明了维持一个坚定的同盟是何等重要,大家一起上,拧成一股绳去战斗 当然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强多了,如果还能在关键时刻策反对方一步,那将是足以制胜的致命一击 但是,如果自己这边的盟友被策反了,那将是一场灾难 即使强派如唐军,能扛过几位予以至敌,也经不起盟友的突然反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